香港娱乐圈中有不少明星在事业当同时选择顿入空门,更有的明星也是选择顿入空门,就像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就选择了出家。 但有一位明星竟然是亲自送自己老公出家,她就是香港艺人廖安丽。 年轻一代的观众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,但是在早前廖安丽的名声是比较大的。 廖安丽早年是TVB训练班的艺员,和李良文、陈复生等人是同班同学。 就在1983年的时候,廖安丽主演了《玄雕侠侣》中的歌服,调皮的样子非常让人喜爱。 在郑校秋主演的《楚留香》中,廖安丽饰演了宋天儿,这是一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,和歌服的性格反差很大。 但是廖安丽的演艺下,权势也是非常到位和出色。 廖安丽的演艺视野也是有声有色。 但在1986年和摄影师叶清琳结婚后,廖安丽就退出了娱乐圈。 叶清琳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人,为圈中很多女星都拍过写真。 她的弟弟是大名鼎鼎的美术指导叶景天。 叶清琳的父亲曾经饱受癌症折磨,为了帮助父亲渐轻痛苦,叶清琳每天都会为父亲读一些不被心灵的禅学书籍。 叶清琳觉得在这些禅学的帮助下,父亲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,最后安详去世。 因此,她也萌生了出家的念头。 在97年就曾经试过短期出家。 最终,也是由于叶的去意已决,廖安丽也无法阻止。 叶清琳出家后,廖安丽也随之清修了一段时间,经常做一些慈善义工。 在叶清琳生日时,她还叫上了叶清琳夕夜的学生,一同为她庆生。 叶清琳出家后,破别娱乐圈二十多年的廖安丽,也选择了付出,拍摄了一家游戏。 境界线等剧,一方面是为了精神上有的依托,另一方面,可能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。 她的婚纱生意貌似是停止了,也卖掉了房子。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不要的任何人或木,爱得太深太沉溺。 人生始终都有生离,寿别。 太爱,到分离或失去时,会很痛苦。